我想問一下昨天協商結果出來 在禁法補償條例這邊大概是做不到處理 好 在我手上 我雖然沒有參加那個三長的會議 但是我手上拿了這個決議 這個決議是歷史性的一次 因為從以前曾而立委一直到現在 我提案從來沒有一個立法院 刪讀通過的案子會被行政院不依法行政 那這上面有左榮泰的名字 我想這也是歷史文件 那決議的問題對於禁法補償的部分 就是希望用追加預算予以致意在這邊 那麼除了是114年不足的2萬塊 用追加預算來補足之外 未來以後115年116年以至到以後 每公頃就是依法行政6萬塊 而且是從公務預算裡面 並不是從基金一半公務一半 所以我很也欣慰 也謝謝卓榮泰院長他可以依法行政 我想這一張決議真是歷史性的一張職 那我想問委員會不會覺得說既然都可以追加公務預算到就是6萬塊 那當時根本其實不需要花這麼長的時間在進行這種意識的工訪或是杯葛 甚至他們一直就是 院長還跟就是委員們這樣吵架 然後覺得好像一副都不行 會不會覺得這樣根本就是 他是他們自己阻礙了這個國家發展 是好的在進法補償三讀通過的時候 因為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也是民進黨立法委員所提的案子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管行政院不依法行政之外呢 事實上這個柯總召他還說他是違憲的 這個過程當中的確讓大家無法理解 為什麼行政院不依法行政 那麼在整個總質詢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對這件事情的專案報告裡面 有非常多的委員也執行了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說的一番話 譬如說餘心不忍 譬如說六萬塊是浪費公堂 譬如說點菜說等等的這些語言 我覺得這些語言會發生就是他站不住腳 所以從我提案9月20號提案到今天 到昨天我已經算了時間總共是49天 這個49天的確讓大家看到 我們的行政院真的是站不住腳 也不理直氣壯 所以我一定要再講一句就是 只要是理直氣壯 只要是立法院三讀通過 我們的行政院未來必須就要依法行政 不然的話就會鬧笑話 不然的話就會讓大家看到 一個行政院長他沒有擔當的勇氣 這個主機長在兩次的協商好像 清楚知道他有很多白寶箱嘛 那就要看他們要從那一個抽屜 裡面拿出什麼方案 目前來講都沒有把它具體文字化 還在閣樓上 那所以呢等他們確切提出要怎麼樣 來處理這個原住民進法補償 少的兩萬塊要在哪裡編列 我們再來做說明好嗎 好謝謝 有很多白寶箱啊 這也是其中選項之一嘛 對吧 只要依法行政就好 下不為例是感覺上是以上對下 我覺得這是更可惡的 就是等於說我們這次給你六萬塊 下次不可以囉 那他那麼大嗎 一個行政院長可以取代所有的立法院 再立法院的立法嗎 所以卓榮泰對原住民從頭就是欺負到現在 因為是最後一刻他還要說下不為例 這句話應該是我們告訴他的 今天協商如果我們真的找到不足的兩萬塊的裁員 我們希望卓榮泰你不要再繼續踐踏立法院下不為例 沒有善意的是民進黨 沒有善意的是行政院 依法通過的進法補償一公頃六萬塊 卓榮泰院長只願意給四萬 然後禮拜一的朝野協商 這個主計長也說不清楚 所以呢我們的院長就喊十分鐘休息 大家都知道十分鐘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嗎 那十分鐘當中呢 吳思瑤對著我的面講 這個原住民不足的兩萬塊的金額部分 我們會想辦法把它找齊 但是今天必須要三黨都簽 我們要提案提什麼呢 進法補償明年要下修四萬塊 以此作為要挾 你覺得這是誠意嗎 進法補償是按照民主程序在立法院三度通過 總統公告 而卓榮泰院長他一直不願意 依法行政從四月份一直到現在 不管是媒體的討論 不管是在立法院裡面的論述 族人都很清楚都看到了 只不過我們有非常多的族人住得非常遠 所以我們要聚集在一起是非常的困難 而在這當中呢 有非常多的族人非常的氣憤 一直告訴我 我們想到立法院 我們想到行政院 那麼我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總是覺得能夠在立法院裡面 處理解決的事情 那麼我們就來處理 因為畢竟這是我們的責任跟工作 但是呢今天禮拜四還要在協商 因為韓國瑜院長請主機長到各個辦公室裡面去說明去提方案 但是我比較遺憾的是他沒有來我這裡 我是一個原住民立法委員 然後總預算案也是我提的 進法補償也是我做招委的時候通過的 那主機長沒有來我辦公室我非常遺憾 所以呢我並不知道今天下午的協商呢 主機長代表行政院會拿出什麼方案 而今天下午的族人自動自發上來的這樣的行為 我當然會支持他們 我只是真的對他們於心不忍 我真的對我的族人於心不忍 因為他們要下來要花多少的時間 要多少就出門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相信 今天下午到底會來多少人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一定 誓死捍衛原民的尊嚴 誓死捍衛立法院的民主尊嚴 以及誓死捍衛我的族人 跟我的族人站在一起 各位 圓民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們要出草 出草 出草了 萬七八糟的 出草 出草 台灣的農民 土地休耕 一年九萬塊 我們的原住民 從三萬塊 民進黨的委員 給我們體驗說補助到六萬塊 法律通過對不對 法律有沒有通過 有 結果我們的院長 沒有邊 我們所有的國民黨的委員 都跟我們的原住民朋友 站在一起啊 站在一起 我們不斷的加壓 不斷的圈倒 好不容易 佐隆太院長 有一點點妥協啦 有一點點妥協啦 他準備要來 面對原住民的福利 要拿出權利的時候 後面又有一個鬼頭出來啦 哪個鬼頭啊 賴清德要他不可以點啦 賴清德不願意照顧原住民對不對 賴清德要跟原住民對抗對不對 賴清德要跟原住民對抗對不對 我對我這個好朋友感到很失望 我不曉得他對原住民竟然沒有這麼一點點的感情 各位原住民朋友 你放心 手心手背都是肉 台灣的農民國民黨會照顧 台灣的漁民國民黨也會照顧 台灣的漁民國民黨也會照顧 台灣的百姓原住民 國民黨也一樣跟你站在一起的 好